蔡英文近来声势看长 还被为国媒体封为是女版的狭盗罗宾汉 不过马英九停不下去 反向蔡英文只会造谣抹黑 和罗宾汉的形象差了十万八千里 蔡英文也不甘示弱 痛批马英九才是抢夺人民财富的约翰王子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新北市竞选总部成立 一开口就对准了对手蔡英文炮火全开 在这里我真的要向蔡英文主席呼吁 你说的媒体说你是罗宾汉 我认识的罗宾汉是行侠仗义 劫富济贫贫 不是造谣抹黑献害忠良 对不对啊 不马民进党继续造谣抹黑他 跟地下主头会面 马英九罕见的高分被反击 而蔡英文也不是省油的灯 那我现在可以讲说他抹黑了 人家罗宾汉故事中明明就是约翰王子 蔡英文却口误讲成了威廉王子 但大家都听了出来这段话完全就是冲着马英九而来 尤其最近蔡英文后世看长 民进党趁势推出了粉红小猪 对抗国民党大怪秀的气马 要跟马英九展开正面对决 澳雅卫视网小志林俊峰 正好报道 最后OK 自 FirstSBS内进党 7집室 靠 uhhh